她穷得叮当响却住着上亿的大豪宅 每天的任务就是装明媛混进演艺公司准备逆天改命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这一天被不知名的三线导演所看中 眼见大鱼上钩 女人假借明媛身份迅速与导演打成火热 成功尚未混到一个小角色 第一次尝到甜头的美珠 主动来到导演面前 本想询问自己的演技如何 然而导演却只想与她回家研究剧本 面对导演的主动邀请美珠立即同意了下来 剧本探讨完后导演主动地将美珠送回出租屋 导演很是疑惑为何美珠身为名媛 却住在如此紧陋的地方 美珠立即以父母反对自己抛头露面 为由敷衍了事 导演不仅没有怀疑 反而地上一搭陷阱转身离去 导演主动地示好让美珠恍然大悟 原来靠别人才是致富的最大骨骑 就这样在美珠的诱惑下 导演不仅将她接到自己家中 甚至为了她主动去寻找投资方 很快在导演的努力下 美珠再一次地接到了新片约 然而在去试镜之前 美珠千叮零万嘱咐导演 不要向外界公开二人的关系 导演起初很是疑惑 但得知美珠怕损坏自己的名声变错了吧 但伴随着都是小配角 已经满足不了美珠的欲望 她将所有的怨气 统统地发泄在导演的身上 显然此刻的导演 已经将美珠视为结婚的对象 她便承诺不惜代价将美珠捧为巨型 然而没等美珠成名 自己的母亲却找上了门 并且不巧地与导演撞个阵阵 美珠生怕自己的假名媛身份暴露 她便宣称母亲是自己的阿姨 导演第一次见到美珠的亲人 喜悦已经冲昏了头脑 随后便盛情款待了美珠的母亲 在饭桌上导演竟然向美珠的母亲 提合要迎娶美珠 突然地提议让桌上的所有人一阵刚打 多亏一通电话的到来才缓解下来 几日后一件事情突然地到来 让美珠的明星梦彻底破碎 她发现自己竟然怀了导演的孩子 本想着隐瞒下去偷偷打掉 但却被导演发现 导演得知自己要当了爸爸兴奋不已 她便安抚美珠要好好安排 可当导演走后 美珠便接到一通演艺公司的电话 告知本打算让她出演新剧的女二号 由于导演的阻拦只能就此作罢 这件事如晴天霹雳一般 想撤美珠的整个身体 当导演回来的那一刻 她也终于爆发 美珠痛责导演擅自推掉 等待多年的机会 火冒三丈地便提出了分手 气急之下美珠跑出了家门 突然母亲打来电话 而就因这通电话 彻底地改变了美珠的一生 母亲告知美珠 她的双胞胎妹妹即将结婚 并且结婚的对象 正是当地最大演艺公司老板的儿子 消息一出美珠顿时不再淡定 她立即给妹妹西珠打去电话 以庆祝西珠结婚为邮约期见面 西珠也毫无防备地答应了下来 可当美珠挂断电话的那一刻 她再也安耐不住 Chị ta cưới tổng giám đông còn mình thì sao những điều tốt đẹp luôn đến với chị ta còn mình thì không có gì ra hồn hết ông trời thật bất công mà 片刻后 美珠一生玉姐装扮来到餐厅 见到妹妹的未婚夫 便滔滔不绝说些姐妹二人的事情 但西珠的未婚夫 却丝毫不感兴趣 突然整个餐厅黑暗 动人的小提琴音乐响彻整个餐厅 男人手捧鲜花来到西珠面前 单膝下跪向其求婚 外人看来这一幕无比浪漫 但美珠的内心却十分的激动 受到刺激的美珠回去后便收拾行李 趁导演熟睡不告而别 连夜就回到了那个让她厌恶的家 然而回去的当晚 美珠就虚情假意地来到妹妹面前 宣称明天要陪她一同挑选礼服 并且提出想借西珠的衣服穿一穿 眼见姐姐第一次如此温柔 西珠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转天姐妹二人驾车一同出去 突然美珠提出想尝试一下百万钻戒的感觉 话音刚落她便抢夺起来 二人撕扯间钻戒还是被美珠抢夺过去 当钻戒带到美珠的手上的那一刻 一场阴谋就此揭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